警方握包到場立刻拉起封鎖線 來來回回仔細採證 因為這間滷味灘老闆才剛開店做生意 就遭到惡煞行刑事槍決 頭部一連中了三槍 送醫後宣告不治 生者作戰後緊急送醫 信討患者還有意識 無毒猶偶在一個禮拜多前 南投草屯也發生重大槍擊案件 而且造成死人喪命 其中的共通點咒事犯案工具 都是地下黑槍 臉書社團上時不時都能看到 像這樣的買賣槍枝廣告 雖然警方表示這些其實是詐騙 但是看在民眾眼中 還是會擔心黑槍泛濫問題 是不是越來越嚴重 而根據刑事局統計 2018年共查扣2131把槍枝 2019年1425把 今年上半年則有602支 整體看起來有減少趨勢 會有一些逃避刑者 規避刑者的一個情況 開了之後可能組裝成 把具有殺傷力槍枝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時間會請示檢察官 不只有嫌犯會拆掉零件躲避刑責 其實根據槍枝不同 該負的責任也有所差別 操作槍外型構造和真槍雷同 容易經過改造後具有殺傷力 因此修法後被列管為模擬槍 而市面上常見的槍枝 還有制式和非制式 其中改造手槍最泛濫 為了遏止歪風 修法後也將兩者持有型度 改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個面向是從網路上面去搜尋 第二個是預案查棄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靠檢舉人 來做提供相關的線索 近期全臺槍聲四起 刑事局演理相關對策 要從各個層面著手調查 全面訴槍 不讓民眾活在恐懼之中 近新聞陽性嚴凱旭採訪報導 在適合 您會知道 您會不會陰謀 在左方有些事 您會不會陰謀